您好您好您就是那个什么我这个网友的朋友是吧 刚刚我看你打电话听的口音是四川人吗 四川 四川的 你是这个小区的业主吗 不是我是那边一海园的四川绵羊的人 四川绵羊的 一海园 一海园 一海园的 一海园的 对那是在大拇指后面那个淮河路上 对对对 那小区不错 你还特意跑到这边来 就是在这边玩 我这边空气好 才来 每年都来 每年都来 你的朋友怎么来不了 我朋友他那个在上班的 上班的 对对对 在里边 我们现在把这个大姐送到她的小区 一海园小区 大姐好 您真好 您真善良 你好你好 这个小区 您是哪一年买的房子 我买了今年七年了 买了七年了是吧 对对对 当时买多大面积多少钱 当时买的那个半碗手续是七万多 多大面积呢 五十六点几个平方 在这地方你住过多久啊 我每年来一次 每年就来一次 对每年来一次 待有时候待一个月 有时候待两个月 空气挺不错的 挺好的 待一两个月 我们这个小区 就一海园这小区挺好的 环境也不错 然后还可以 每年就想来待嘛 这边空气好嘛 那些什么东西便宜嘛 蔬菜水果都还行 你想吃海鲜吧 海鲜片 这些这些 就今年不敢吃了 然后我们也吃了买了 为啥不敢吃啊 他们不是说是海吗 日本那个小日本那个 说不敢吃了 海流过来了 现在有污染 就这样了 你别偷往后退啊 我就拍的 你就站着别倒下去 好 对对 啊 我说你真是不错 为朋友帮忙 是一大早是这么远的路 从这个一海园到临海一家 7点 11分走的 我看了时间的 走到那边 8点过9分 哦 接近一个小时 接近一个小时 跑过去帮朋友去看房子去 哎 对对对 朋友的房子说看一下 他说看湿豆水啊怎么样的 然后我说去帮他看一看 然后我就去 他那边房子和你的房子比起来的话 那边 我感觉 你的 你的房子没这种情况吧 我说没有 我说这边挺好的 我们每年都来挺好的 哦 没事 没事 就是 我们买的高层的 13层的 哦 高层哦 嗯 对对对对对 高层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一年是住最晚住的多久啊 住的几月份 嗯 差不多我们去年是11月份来 8月份来的 然后11月底回家的 疫情嘛 对对对对对 十月底的时候冷不冷啊 那还行 反正 反正就是有一点冷了 也不是很冷 反正还能过吧 还能过啊 他们就说冬天很冷 我们就没再待过 就是去年最晚回去的是11月底 以前我们都回去的早 有时候就是11月中旬啊 10月份啊都回去啊 来得早一点 就这样 你说你那朋友是北京的 你是从北京来还是从你 我从四川绵羊来 从四川绵羊过来是吧 对对对 你们那边有没有暖气啊 嗯 四川绵羊那边没有暖气 然后就是自己买的房子 然后可以装地暖 就是家里空调 哦 我们那边也冷 冬天有没有空 有没有暖气 在北京那边有暖气 北京我家那个 嗯 以前我的一个北贝嘛 就是就在那边呆 所以我的朋友是北京的 让我帮他去看一看 帮北京朋友来看来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 就是是第一次 你也是走着去的吗 哎 第一次我也走着去的 第一次是下午 然后去的 接近走的快 然后就差不多40分钟 哦 40分钟啊 今天接近一个小时了 一个小时 对对对 其实咱们这个有公交车的 可能你不知道 有公交车 对对对 有公交车我想走路 我说走一走看 睡觉的断了身体是吧 对对对 那是对 哎 早上有跑步的习惯 所以说我说早早起来 吃 今天都是吃完早餐 然后才去的 以前都是早上起来跑步买饭 留打买 然后我又说留打过去 感谢你帮我送过来 哪里哪里 意外的啊 就你帮朋友帮了那么多忙是吧 我们也是也是朋友 他是你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 也是我们的网友 谢谢了 谢谢你 谢谢你啊 这个以后就是说每年都要过来呗 每年过来 就喜欢这个地方 每年过来 这比起咱们像你绵羊的地方有什么区别 我们绵羊的地方也很好 但是这边呢 就是说空气说养分足嘛 比海边近嘛 空气好嘛 然后想吃海鲜嘛 他们说养老啊 国方面啊 这些比较好嘛 所以就这 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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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那边物价要高一点 这边物价低 哦 米洋那边物价也挺高的 啊 物价高嘛 物价像我们那边那个 我们去买肉了 那个肉它就分等级 比如五花肉都要18块 20 我们这边才12块 这么 银炭这边12块 哦 五花肉它肉都那个 都是那个等级啊 就是那个 然后什么蔬菜也新鲜 整个都比较好 还可以 哦 反正我也比较喜欢这个 喜欢这个地方啊 对对对 那你在这住在 你就每个月 最长的一次是住几个月是吧 最长是去年 去年 接近 接近四个月 四个月 哎 那平康怎么生活呢 生活那种 就是 就是早上出了跑步嘛 然后去溜温嘛 赶急嘛 然后到处逛一逛嘛 就这样嘛 这里没认识几个朋友 一块交流交流啊 有有有 有朋友有 还有我们成都在银龙湾买的 我们绵羊也有在银龙湾买的 老乡都是啊 老乡有 老乡有 老乡有就是待一段时间 也许他们有事都走了 然后我们要待得长一点 有什么 我们这次来就人多一点 我还有绵羊长红厂的两个闺蜜 两个夫妻都来了 有伴了 他们今天出去玩去了 就这样的 行 好 谢谢你了啊 好了 祝你在银台 祝着开心啊 好 再见 再见 好